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信心会是我们盼望的根基 我们所有的盼望都是后面因为有一个信心在拖着的 如果我们希望得到一个什么的话 这个希望之所以会存在 是因为我们后面相信有一天在某种可能情况下我会得到 所以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我们不会有盼望的 我们在座有很多学生 我们为什么读书呢 因为我盼望有一天我可以毕业 我可以得到一个学位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盼望呢 因为我后面有一个信心说我一定会毕业 我会得到那个学位 如果我没有信心会毕业的话 我就不会继续读下去了 你毕业以后想要找一个工作 那是你的盼望 而且是一个好的工作是吧 为什么我会希望有一个好的工作呢 因为在我这个希望的后面我相信有一个信心 我相信我可能会得到一个好的工作 我们当中有很多还在等候绿卡的 你为什么等候绿卡呢 因为你知道那个假以时日 你已经申请了到时候一定会给你的 我们当中有很多单身的 我们也许在期望将来有一个很完好的婚姻 我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盼望呢 因为我相信我以后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婚姻 所以信心是盼望的根基 后面如果没有那个信心在拖着的话 这个盼望是没有办法存在的 信心也是会产生知识 它是知识的来源 我们刚刚读第三节里面说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 信心是会产生知识的 所有的研究都是起源于我们对某个领域有所信心 没有一个人会去尝试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研究的 我为什么朝这个领域去研究呢 因为后面有一个信心认为说 这个领域我继续研究下去 我一定会得到某些我该知道的东西 所以借着信心我们会得到知识 所以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知道说 信心会产生盼望 那这个盼望呢 也就会引导我们这一人生 你的追求的目标 同样信心也会产生知识 你的后面 你的后面的人生观 你的世界观 你的信心是如何 那就会决定你对你人生的看法 因为那是你的兴趣所在 你相信这个系统的存在 所以你会继续花时间在这个领域里面来推敲去研究 以至于得到你该得到的知识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信心是何等的重要 它会决定我们人生的目标 也会决定我们对人生的看法 信心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 事实上是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的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信心的 因为我们每天都充满了不同的盼望 刚刚我们也讲了 盼望的后面一定有信心的 你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些许的信心 你为什么坐飞机呢 你坐飞机之前 你就坐了嘛 是吧 那为什么突然听到一个新闻说 某架飞机被飞弹打下来 你就不敢做呢 因为你的信心动摇了 我们做很多事情 事实上在无形当中 我们都已经不断地在使用我们的信心了 只是我们没有仔细去想 我们以为这习以为常 事实上我们都一直在使用信心的 我几十年前我还在研究所 刚刚拿到MASTER之后 那时候我们全班中国人都出去找工作 我们为什么通通出去找工作 我们都有一个盼望 我们有一个信心认为我找得到工作 结果全班只有一个老中找到工作 他还不告诉我们他怎么找到的 后来才发现一个秘密啊 因为他有绿卡 结果剩下所有的老中全部去考PhD 这学校也知道嘛 他看你这批人就知道你找不到工作的 所以马上系主任就有一封信 就通知我们 来考试来考试 欢迎你继续读PhD 所以我大概只准备了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本来打算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全班都打算去找工作了 那信心没有了 马上换目标 换另外一个盼望 我记得我那一个月在读 在这个准备 预备考这个PhD 那需要比 先要比试 那是要考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是很紧张的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这样 有一天我从学校 大概从我的系馆走到图书馆的路上 一面就来了一个我们团系里的弟兄 他就跟我打招呼 弟兄啊 你有没有信心 因为他知道我在准备考PhD 我已经不记得我当时怎么回答他 但是这句话 你有没有信心就一直存留在我的脑海里面 事实上我们每天的生活不是都是这样吗 不管是别人问你或者你自己问你自己 都是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信心 我如果说有或是没有 我后面我就要考虑 我有的信心是什么 我没有的信心又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要用这段经文来看一看 来分析一下我们的信心 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心 刚刚我们读经文里面 在第二节里面说 古人有美好的信心 因为他们的信心成为良好的榜样 那这个叫做美好的信心 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用这段经文来衡量一下 我们有的信心到底是不是好的信心 因为刚刚讲过信心太重要了 因为好的信心会影响你人生的目标 和你对人生的看法 因为如果你的信心是良好的 那么你的目标会是良好的 你的目标会是良好的 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 都在讲一个一个的例子 古人的信心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前面的两个例子 一个是亚伯 另外一个是以诺 这两个人都比亚伯拉罕更早 如果是弟兄姐妹或基督徒应该知道 我们通常称亚伯拉罕叫信心之父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人比亚伯拉罕更早 他们也是信心的典范 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的话 这两个人是信心的祖父 我们现在先来看亚伯和盖颖的例子 这个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四章一到十节的地方 亚伯跟盖颖是全世界第三个人跟第四个人 所以你要大概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 一开始只有一个人是亚当 对不对 然后这个女人夏娃从亚当再造造出来 所以他们两个不是按照正常的 他是被神直接创造 亚当跟夏娃就生了第一代的人 第一代 第一代的人就是盖颖跟亚伯 哥哥是盖颖 弟弟是亚伯 哥哥是盖颖 弟弟是亚伯 盖颖这个哥哥是农夫种田的 弟弟是放羊的 是畜牧业 这个故事很简单 有一天神就说你们来献祭 这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次的献祭 什么指示都没有就说你们来献祭 结果哥哥是农夫当然就拿农产品献祭 结果圣经里面记载耶和华神只接受了这个弟弟亚伯这个畜牧 这个牛羊的献祭 没有接受这个农产品 就是哥哥该饮的鸡 哥哥就很生气了 为什么拿他的不拿我的 结果这个愤怒呢造成了全世界的第一次的凶杀案 就是这个全世界的第三个人杀全世界的第四个人 哇 他一刀杀下去死了所有人口的四分之一 耶和华就因此就咒诅这个该饮 这就是这样刚刚我们讲的亚伯跟该饮里面讲到说 亚伯所献的祭是有信心所以被神所接纳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耶和华神为什么喜欢亚伯的祭 当然简单了 是态度的问题呢 还是祭物本身的问题 是你献祭的态度的问题 还是你献上东西的问题 神为什么喜欢呢 为什么喜欢亚伯的不喜欢该饮的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态度的问题 这很简单 你看十一章第四节已经说了 因为一个有信心 一个没有信心 所以这纯粹是态度的问题 是态度的问题 所以神不喜欢该饮的而接受亚伯的 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 好 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那祭物有没有问题呢 这一段经文看不出来 所以我们要用一点脑筋来分析 好 我们第一个看 数祭就是说 这个到后来 这个时候还没有发生 到后来耶和华神颁布律法的时候 也告诉人说献祭的时候 可以用数祭 就是说用农产品的 所以你看神所要求的祭里面 有这个赎罪祭的 那个是要用杀生的 但还有很多其他的 像感恩的这类的祭呢 都是用这个 这个农产品啊 面啊 这些东西 And so although all the sin offerings were required the shitting of blood many of the other offerings such as the thanksgiving offering the fellowship offering those were all mad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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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t with you know with products of the soil there we go 所以我们如果认为说 神喜欢不喜欢该饮 是因为祭的祭不对的话 这里好像有点问题 所以神也要求可以献上牲畜的 也可以献上农产品的 因为神也要求可以献上牲畜的 也可以献上农产品的 我们再看第二个理由 我们再看第二个理由 该饮是农夫 如果说神喜欢这个牲畜的血祭的话 那该饮是不可能献上这种祭品的 他是农夫他只有农产品吗 他要写进来难道去偷他弟弟的羊吗 所以凭这两条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说 这个问题神喜欢亚伯而不喜欢该饮 不是祭物的问题 一方面神也明明地规定两种祭物 他都接受 那另外一方面因为这是他工作的缘故 该饮他不可能有那样的祭品 神不可能对他有这个他不可能做到的要求吗 对 我的职业就是这样 我不可能改变吗 所以他不能说这个时候要改变 他已经他没有他没有可以改进改善或者努力的余地 所以神不应该这样的要求我吗 如果是有些事情我可以改善我可以改进或者我可以努力的话 那你可以要求我吗 对不对 我跟王立足有时候打电话去邀请朋友来 来教会 我们大部分时候都邀不到人 本来人家要来的话一打电话反而不来了 我有一次跟王立足我们就讨论说 我们是不是技术上有问题啊 我们是不是有可以改进啊 我们是有什么地方我们还可以努力的啊 后来王立足下了一个结论 她说你看高音机请人一请就来了 那为什么高音机一打电话人家要来 王立足说因为她长得漂亮 那我就没有可以努力的余地了嘛 那么老人还去买美容吗 所以如果我没有可以努力的余地的话 你不可以不可以要求我的嘛 神为什么就拿亚伯的不喜欢该隐的 神说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该隐看不顺眼 你没有他好看 那我好不好看我没办法改变 我没办法努力嘛 因为该隐是农夫我不喜欢你 他职业不能改变的 那个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而那个时候事实上第一次的献祭 也不知道说神喜欢什么 所以根据这两条来判断呢 我们下一个结论说不是祭物的问题 所以神喜悦亚伯的祭呢 纯粹是态度的问题 不是祭物的问题 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经文读到这里的话 结论就是这样了 那经文继续读下去就不太对劲 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这样说 新约的中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 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所以新约在这里把亚伯献祭流血这件事情 跟耶稣流血献祭把它类比了 所以亚伯所献的血跟耶稣所献的血一类比的话 就产生这样一个结果 亚伯的血和基督的血是对应的 所以亚伯他虽然是一个谋杀事件 他也跟基督的死是一个对应的 基督也是被谋杀的 那亚伯献祭 然后到最后自己也奉上自己的生命 基督献祭不是也是这样吗 所以亚伯事实上是神只是人类的第一次献祭 亚伯是第一个殉道者 而他的哥哥该隐呢 是第一个谋杀信徒的人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来推理的话呢 亚伯既然是基督的预表的话 那神只可能接受亚伯的祭 不可能接受该隐的祭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这样推理下来的结果 前面说不是祭物的问题 因为该隐不可能改进了 他就是农夫嘛 但是你注意看这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说 亚伯是献祭 是基督献祭的预表 所以不管怎么说 不管是前面的情况怎么发生 神是一定一定就只能接受 这个流血的祭 就是亚伯的祭 这是神 祂一定要血祭 祂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呢 祂不可能要农作物 祂一定要血祭 所以在这里我们得出另外一个结论说 亚伯的祭会被接受呢 是因为他祭物的问题 你注意看 这个一道证明题 两边证下来结果不一样 你如果在学校的话 当学生常常有证明题 出一道证明题 你给我证明一下 这个命题你给我证明一下 是对还是错 你从这边这样正正正正正正下来 结果发现是对的 从那边正下来 正下来发现是错的 然后交上去跟老师讲 你看我两个证明 一个答案是对的 一个答案是错的 你猜你会得几分 不可以矛盾的 在人的理性空间里面 不可以有矛盾的事情产生 所以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 来推敲在圣经里面 看这个我们理性上 很难接受的一个矛盾的概念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 亚伯的记为什么会被神接受 当我们在讲为什么的时候 我们在推敲原因嘛 说可能是记忽的问题 可能是态度问题 这种人类可以用逻辑来推敲的 我们叫做在地上的因果关系 这个在改革中神学里面 叫做第二因 第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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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在地上的因果 逻辑可以人可以了解 可以研究 可以推敲出来的因果关系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我为什么 我最近突然的脖子不能动了 后来医生问我说最近干什么 我后来发现说吹电风扇 医生说你受凉了 因为我吹电扇 着凉 所以我脖子不可以动 这是地上的因果关系 这叫第二因 我开车在路上开车 不小心跟人碰车了 警察来了 就问你说怎么样 发生什么事 然后又去问另外一个人 发生什么事 然后他就记录 记录 记录对不对 然后他也许给你一张罚单 不然给他一张罚单 警察在做什么 他在分析地上的第二个因果关系 他要知道为什么是谁的问题吗 我们在座 很多很年轻的 不信我告诉你 不管你多年轻 你有一天都会死 死亡的那一天 那个医生会来 要开一张死亡证明书 里面有一栏叫做死因 死亡原因 心脏病 抗尿病 抗尿病 等等的原因 所以这个人死亡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叫第二因 地上的因果关系 这是人的理性 人的知识 可以推敲出来的因果关系 这叫第二因 所以我们刚刚研究了半天 亚伯的忌为什么被接受 讲到他是态度问题 到底是不是忌悟问题 我们不知道 推敲来推敲去 这是叫做第二因 是地上的因果关系 好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第一因 就是Refone Theology里面讲的 第一个原因是 神在创世以前 祂做的一些决定 就好像我们看一出戏一样 你看戏的时候 只能看到台前的这些表演 幕后在干什么 你不可能知道的 但是他前台的表现 一定是对应他后台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一直在推敲亚伯跟该影的问题 是第二因 这是舞台前面 我们看得见 可以分析的一个因果关系 好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幕打开 借着圣经打开我们眼睛 看看这个幕后面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幕一打开呢 就讲到第一个原因 请记得第二因 永远是跟着第一个原因来走的 当神在创世以前所决定的一切 那个叫第一个原因 当他这样子决定以后呢 到了人的时间以内 一定就反映了第一个原因 在地上陆陆续续就出现了地上的因果关系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因 我们讲到基督的救赎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四到五节 就是说 神在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我们 请记得神拣选我们 预定我们得基督的救赎 这是在创立世界以前 在时空以外就决定的 不要说那个人有没有出生了 整个世界都还没有的时候 神已经计划了 请记得信心产生知识 你要有信心你才能够知道这个事情 这是神借着圣经打开幕 让我们看到后面的我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要靠信心来接受 所以神在这一段时间以内 就把那个预定的人 遭到祂的面前来 他预先知道的人 他就召他们来 所以这些事情是在时空以外就决定 但是在人的时间以内 有因果的关系而发生 人的理性这个时候 你需要靠信心来征服 因为我们人的理性 没有办法了解这些事 所以我们知道说 全人类是神从一本造出万主 当初一开始只造一个人 所以事实上今天全世界 所有的人类 都只有一个祖先就是亚当 这个是血缘 就在血缘上面 我们都只有一个祖先就是亚当 刚刚我们已经看了前面两处经文里面讲到说 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还决定了一些别的事情 虽然我们是全部按照血缘来讲 我们处于一个人 但是我们属灵上面 有两个不同的源头 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就记载了 当这个到了人间发生事情的时候呢 就有一些我们意外的事件就发生了 在创世纪里面 在创世纪里面很明显的 亚当夏娃他受了魔鬼的诱惑 所以就犯罪 他犯罪的结果因为他是人类的代表 所以所有的人都归向魔鬼 请注意这是第二因 这是地上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人会堕落呢 因为他犯罪所以堕落 所以原来属神的儿女变成属魔鬼 那你一定要记得 我们刚刚一开始读那两节经文 那是幕后的事情 第一个原因 所有的事情 在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以前 神就已经预定了 有一部分的人 神要拯救回来 成为他自己的儿女 那其他的人就没有在神的救赎里面了 所以在后来犯罪以后 神就预言跟讲他说 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 之间要彼此为仇 这里那个仇 彼此为仇的仇呢 他的原意里面提到的是很明显是谋杀跟凶杀的那种仇恨 所以在创世记三章十四节十五节 已经在就讲了 所有事情都没有发生以前就讲了 在将来属神的儿女 就是被耶稣基督来赎回的这一批人中间 跟原来属于魔鬼这些人之间 他们会有一个永久的仇恨存在 我们有了这些经文的基础 我们用一些图表来解释一下 亚当神从一本造出万族 那个是就一个人 我用一个红色的 红色代表耶稣基督保血遮盖 这个事情 红色这个区呢 在没有亚当没有世界以前就决定了 我们刚刚看的经文是这样说的 但是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 我们看不出来 你先想象就一出戏嘛 这个台前 那个剧本要演什么 在后台老早都已经讲好了 所以每一个演员出来他要讲什么话 走到哪边要说什么话 都已经决定了 然后按照人间的时间的推移的时候 我们就一步一步看到这些该有的角色 就站上他该有的舞台位置 请记得那个后面那个原因 后面的原因讲到说 这两批人 一批是被神拯救的 另外一批呢 仍然是归在魔鬼手下 这两批人彼此间间会有仇恨的 然后我们马上就看到 刚刚我们讲的 全世界第三个人跟第四个人 就是这兄弟两个 亚伯跟该隐 你可以看到 那个在创世以前 被拣选的那些人 他就一定是留在耶和华的面前 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 两处的经文讲说 到后来结果时间到了时候 该隐他就自动 他就会离开耶和华的面 约翰一书里面就讲到说 不要像他一样 他是属恶者 注意啊 属恶者的 亚伯跟该隐 在血缘上只有一个父亲 在这里讲说 属于不同的源头 他的属灵上有两个不同的源头 虽然肉身是出于一个父亲 但是他在时空以外的时候 他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源头的 你看我把创世记三章十五节一直放在下面提醒大家 亚伯跟该隐 亚伯跟该隐 一定是凶杀的 再下来 亚伯被杀死了怎么办 那这个属神的儿女不就断线了吗 不可能的 这幕后决定不是这样吗 刚刚我们已经看两段经文 不可能 弥赛亚所救赎的血民 不会断线 亚当与妻子同房 又生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赛特 意思说神又另外给我一个儿子代替亚伯 属神的儿女被杀了 你杀吧 你再杀再多 神他说已经预定好了 一定他都会接续杀 你再杀多少 他还是有留余种在这里 你如果仔细看旧约里面 好几次要起来剿灭神的选民的时候 都会有奇迹发生 在地上有一些人间的邪恶 或者不管好事坏事 在那边有一些暂时的因果关系 但是这都是跟着后面那个原本来走的 好我们来看该隐的后代 这该隐的后代到拉麦之间好几代 好几代 好这个拉麦他说什么 他说壮年人伤我 我把他杀了 少年人损我 我把他给害了 他说杀该隐 就是他老祖先 招报七倍 杀我拉麦 七十七倍 清楚于蓝胜于蓝 他的祖先杀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 你看他说七十七倍 这是他的子孙 其记得他们都是亚当的后代 所以在血缘后裔里面都是出一个子孙 但是他后面有两个不同的属灵源头 他如果不在基督导写这条县里的时候 他出现的现象就可能是那样 好我们再看后面 好看赛特这后面 赛特生了以诺是后来又生后面又生了以诺 所以这边讲到说你可以看到神的选民在后来他赛特的后代里面都是求告耶和华神的 然后到了以诺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十一章第五节里面叫以诺与神同行 就是这个人 然后圣经里面记载他也是一个少数几个没有经历死亡的人 他就说神就把他取走了 就是没有经历死亡就走了 我们再继续往后看 到挪亚 挪亚方舟大家都知道 那时候人已经败坏 世界上人已经很多了 但是因为败坏的缘故 神就来清场 全部死光 只剩下挪亚一家七口 我这个图画的不对 应该挪亚一个虚线 然后上面就打一个叉全部死光 就是这个意思 全部只剩下七个人 全世界只剩下七个人 那挪亚继续繁衍后代 你注意啊 有的在红的就是在基督宝写里面还有的不是 在创世纪里面就记载到挪亚的后代 散寒雅福里面特别讲到散跟寒 挪亚的小儿子就是汉 犯罪 所以神给他的咒诅呢 从他的儿子开始 就是迦南 所以汉这一族呢 很明显是被摒弃在神的恩典之外 这边有一个小差距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特别写了 就是汉的应该是孙子 叫做宁禄 这个宁禄 你看汉的儿子是古时 古时然后生宁禄 这个宁禄呢 他有很多的 他很多国是他的开始的 他国前面有一个叫做巴别 所以讲到巴别大家就知道了 巴别塔那是很有名的一个很邪恶的城市 所以巴别这个邪恶的城呢 他的祖先是宁禄 他是在汉的后代里面 他不在基督的救赎里面 他的表现一定是离弃耶和华的 我们继续往后看 亚伯禄出来了 信心之父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前面两个信心之主 这个信心之父 亚伯禄出来 也是一样两个孩子 一个以撒 一个以什玛利 一样的 你看我一直把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放在下面 以撒跟以什玛利 都是亚伯拉罕的血缘后裔 只有一个肉身上的父亲 但是他出现在人生的舞台上的时候 他表现一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的属灵的后裔是不一样的 以撒就是今天知道这个 你看这个中东一直在打仗 一个穆斯林跟犹太人 为什么打着这个样子 以什玛利是今天穆斯林的始祖 所有回教国家的始祖 以什玛利 一样血缘上处于一个父亲 但是属灵上处于两个不同的源头 罗马书9章11节13节 神已经讲了 一个是我拣选的一个不是 这两个小孩都还没生下来的时候 这些都已经决定了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 看到后面大卫到耶稣 到耶稣了 到基督耶稣的时候 多少人要杀他啊 你注意看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记载 很有趣的故事 耶稣跟其他法利赛人 他们在对话 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我也是 的确是啊 按照家谱血缘上追踪的结果 跟他都是一样 都是同样一个血缘的后裔 好 注意耶稣后面讲的是说 你们处于你们的父母魔鬼 你说肉身上是亚伯拉罕 但是你们属灵的父亲 是那个说仿之父呢 就是魔鬼 你注意创世记三章十五节我还是放在这里 凶杀必定不止息的在这两个群体当中发生 好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题目的做结论的时候说 今天我们要谈到神面前来的人 哪些人会到神面前来呢 刚刚我们已经读了这个经文 是神所预宣之道 在时间到的时候 神就召他出来 这些是在创世以前就决定被选招的人 他们不是凭自己的行为 因为还没有发生 他不能够靠他自己做什么来决定 他是凭应许来做神的儿女 人不能够靠自己所要 人不可能靠自己来预备神所要的祭 我们先回来谈 我们刚刚讲一开始的时候 那很难的 这个亚伯的祭为什么被接受的问题 你看这出戏在舞台前面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刚好是农夫 另外一个刚刚好就是放羊的 什么叫刚刚好呢 那是对一个看戏的人 看到舞台上表演 这个人刚好是这个角色 那个人是刚好那个角色 没有刚刚好这种事 我们刚刚已经看了好主持新闻 在这个幕后 神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已经做了很多的决定 亚伯以畜牧为业是神的预备 亚伯的祭之所以会被接受 不是他个人 他刚好选对行业的问题 而是神所要招的人 神必然把他放在一个位置 让他有神可以接纳他的余地 我们都是平应许做儿女的 所以我们虽然是肉身上是来自一个祖先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 刚刚读的经文最后一节讲到说 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 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要信有神 这节经文我们通常怎么理解呢 我想说好像说神要接纳 他只接纳有信心的人 对不对 OK 神只接纳有信心的人 我有信心我才可以到神的面前来 这出经文如果只这样看的话 的确是这样理解的 那我没有信心我怎么办 到神面前来的人 事实上我们刚刚看那么多的后面的原因的时候 到神面前来的人他有信心 这个信心是一个他共同的一个见证而已 他有一个凡是到神面前来来 都一定会出现说有一个共同的见证 就是他带着神所已经预备好的礼物 那就是一个指向基督的信心 刚刚十一章第四节已经讲了 神就指着他的礼物说这是见证 这个见证叫做称义的见证 这不是因为亚伯刚好选对的职业 或者他怎么样子所以他得到这样的恩典 这是在神已经在事先没有发生的以前 已经先爱这个人了 这是人的理性上一个非常能够很难过去的一个关卡 我们到神的面前到底是靠着什么 这边讲了到神的面前的人他一定会有信心的 但是信心是不是他得见神的一个许可证呢 很多年前在Christmas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Polar Express 我非常喜欢那部动画片 他圣诞节他当然讲就是说有一个列车呢开往北极 那有几个小孩子呢就上那个车 整个故事是在那个列车里面发生的 你记得那个主角那男孩子一上车的时候 一上车的时候后来那个查票的人来说票 他为什么上那个车他自己都莫名其妙 但是上去了然后说票 他口袋一生哎哟这口袋破一个洞哪有票啊 查票员说试试看另外一个口袋 另外一个口袋一探拿出来一张票 是要有票才可以上车对吗 是对的 查票员一定查你那个票的 但这个孩子上去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要有票 没错 上去的人一定会要有票 那他上去的时候才发现他票已经在他口袋里面 另外还有一个主角一个女孩子不是也是这样吗 他的票还飞掉了对不对 这个车子不小心飞掉了飞出那火车列车外面了 那画的真好啊你真的要去看 那个票就飞飞飞到东南飞飞到山谷 还有一群狼啊什么的那个野兽什么的 查票员来说票 那个男孩说飞飞了 票飞了怎么办 你看后来那个票飞飞飞飞飞 还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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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后来飞飞飞飞飞飞 后来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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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还有一个小男孩 本来要上车 他本来已经决定不上车了 他本来ذي证入不上车了 好后来的里面那个小男孩给他招手 他不知道车已经开动的时候 他就说我要上去 and so